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将机箱外壳全部拆卸 方便全方位的一个装机走线 请使用我们机箱附赠的这个PH-2刀头螺丝刀 下压实力即可轻松扭出螺丝 C30 Pro不仅支持正插主板还支持背插主板 以及视频我们用正插主板来演示 首先根据主板的布局拧上对应位置的同柱 安装好主板IO打网之后 将装好CPU内存固态以及水冷扣具的主板 放入机箱 用圆头螺丝固定 接下来擦好主板的24P线 把线材从机箱上的一个凹槽掉到背后 从背部进行底线 和CPU的电源线 接下来拆下机箱背面的25寸硬盘支架 只需要拧下一颗固定螺丝链个拆下 把硬盘的进收支指向支架框的一边 使用2.5寸的硬盘螺丝固定 把这号线的硬盘连同支架固定回机箱之内 把线材从最靠近机箱底部的这个缺口 捋回正面 同样把机箱开光模组线穿到背后 再从主板对应的孔洞穿回正面安装 接下来我们安装冷头和冷排 冷排的固定位为这两排下沉条形螺丝孔 机箱尾部还可以安装一个12厘米风扇 固定位为这四个条形螺丝孔 机箱前部还可以安装一个硬盘支架 首先在硬盘支架内侧 安装一个2.5寸硬盘 注意硬盘进锁纸朝向硬盘支架这个口 给3.5寸硬盘装上减震快装螺丝 将减震快装螺丝穿过螺孔 再拉一下硬盘就安装好了 接下来接好线材并且固定 硬盘支架的固定位为这两颗螺丝 也可以选择安装一个内存风扇支架 要注意风扇的出风方向朝向机箱内部 风扇的固定位为这四条条形螺丝孔 可以选择12厘米或14厘米的风扇 内存风扇的固定位为这三颗螺丝 接下来我们安装好显卡 再把电源安装到电源支架上 注意支架斜面朝向电源风扇面 接上电源延长线并打开开关 滑入机箱底部并且固定 电源的固定位为这四颗层头螺丝孔 接下来我们接上所有的电源线 连接电源开机检测一下 确认硬件安装机正常 我们最后安装电源装饰吧 最后装和外壳 这样一台便携的MATX主机就装好了 MATX主机 排大家起来